M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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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n' another money I Nargo Digimon M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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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know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肖卡 那今天這個視頻呢 是要教大家一款靈感 來自於卡布奇諾玫瑰的 低飽和度全亞光妝容 我最近然後 過敏然後長了很多的那個痘痘 其實夏天我覺得不管你出門幹嘛 防曬都是一定一定要 塗的我今天用的就是這個 943的防曬是有點反光啊 它的質地也是非常順滑 而且很容易推開有一點點 提亮的效果但是不是 假白的那種所以這款防曬 其實上臉沉膜是很快的 而且它真的不油膩 它的膚感真的特別好 那其實防曬霜最重要還是它的防曬功能 像這款防曬霜它的SPF是45 結合了化學防曬劑和物理防曬劑 所以這款防曬是可以達到 UVB UVA全波段的防護 還有個成分叫紅墨藥醇 它可以消炎抗菌 幫你舒緩一個曬後的皮膚損傷 而且它這款裡面是沒有酒精的 我覺得他們家很貼心的一點是什麼 就是你買了這個症妝之後呢 它會送你一個這樣的小樣 你可以在使用這個症妝之前呢 先用一下這個適用妝看一下你的膚質 是不是適合 那這一點真的我覺得非常人性化吧 上海這個天突然開始黑下來了 那麼防曬塗完就來遮瑕了 昨天正好我在看那個我家的熊孩子 你們有看嗎 最近幾期熊孩子這樣都很不錯 而且熊孩子一定會有任意麵的人去 我真的很喜歡任意麵 如果你們遮瑕用的多的話 你們的臉部的保濕一定要做好 不然的話卡紋會卡的有點嚴重 我因為最近狀態不太好 所以還是用白金吧 白金的遮瑕力還是可以的 其實我不知道太陽學凹陷這個問題 是只有亞洲人有還是什麼 我看歐美人好像沒有這個問題 那這個高光高690 你把這個伴侶滴在手上 滴兩滴 然後用這個刷子正反這樣 把這個通通吸收掉 然後再去佔這個高光高 但我其實真的沒怎麼用 而且我因為發現自己這邊太陽學凹陷 所以把我從眉毛到這邊的那個小漢毛 從中剃掉了 看上去會稍微鼓一點點 其實我不是很經常這個高光高的 因為我覺得用高光高有點麻煩 夏天定妝肯定要定的 然後我用的是這個CT的蜜粉餅 講道理這個蜜粉餅真的不用我多說了吧 是他們家的王牌產品 其實我個人給大家想用刷子 因為用刷子的話那個妝感會更加細膩一點 重點遮瑕的地方輕輕按壓啊 按壓 然後其他地方就可以清掃 蜜粉餅它其實控油跟池中的效果都很不錯 而且我是乾皮嘛 我用了之後也不會卡粉 那現在開始來畫菜妝 因為我這個妝的靈感是來自於我買的那個玫瑰花 然後那個花呢它是卡布基諾玫瑰 所以我眉毛就用棕色畫吧 上海一位80歲購彩老國拿下1483萬大獎 我不想努力了 我這個造型會不會顯得我很邋遢 但是我在家就是這樣的 先畫出大致的眉毛形狀 然後用眉粉填充 顯得眉毛有點毛茸茸的霧霧的感覺 我最近很喜歡這種亞光盤 所以連買兩盤亞光盤 這盤真的很爹呀這個顏色 看到嗎 好好看 比較使用的是這一盤 先用這個顏色打個底 這兩個顏色混一下 塗在那個眼睛中間往後 輕輕沾一點點 畫在眼睛的後三分之一 加重一下 我們上面再用一個最深的顏色加深一下吧 那今天既然眼影不正眼線就拉長一點好 在刷睫毛之前先來畫個腮紅吧 腮紅就用這個或者是這個顏色 因為它這個顏色很淺嘛 所以用手上眼也是ok的 睫毛是這樣的 你在刷完 你在 睫毛是這樣的 你先用睫毛打底刷一層 然後再用睫毛膏刷一層 然後在空隙處沾上4根那個假睫毛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仙女毛 它其實有個型號叫仙女毛 然後仙女毛的要點就是 在你的睫毛空隙的地方 沾上4到5根吧 這樣沾出來的假睫毛比較輕透一點 而且因為它是這種單根的 所以非常好沾 一沾就沾上去了 我一般假睫毛膠水就直接擠在這個蓋子上面 它那個膠水乾掉之後用眼線筆畫一下內眼線 那我們現在就把其他的妝通通畫掉好了 用一個不那麼高調的 就是了Bobbi Brown這個五花肉 啊 修太多了 這把其 提亮一下感覺那個太陽炫凹陷問題不是那麼嚴重啊 是吧 應該是吧 我會用這個 IPSA 稍微提亮一下那個眼頭的臥彈的地方 再用眼鏡筆稍微畫一下那個下睫毛 因為我這個人睫毛資源有點匮乏 恨死了 我的毛髮就是不太多 我不太旺盛 填補一下你的睫毛根部 是 口紅的話呢 如果你想要淡妝的話就用淡的口紅 零五 而且其實應該比那個 上鏡看起來更加淺一點 它真的是一個非常仙女的顏色 但因為今天的妝是那種 CAPGINO 就是我那個玫瑰花的顏色 今天那個唇妝有好好下功夫啦 其實它拉近之後那個層次感很明顯 等一下換個衣服 我們等一下再見 哎 要忘記 死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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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